关于第五戒期中 一句话不是很理解 若一个孝敬父母的儿子 在未成年前夭折 主任毫不动摇成就他的应许 神在他的仆人死亡上更充实 和实现证明对他的祝福 什么意思 孝敬父母长寿吗 是不是 但是一个孩子未成年就夭折了 小时候很听话 未成年夭折了 不意味着他不孝顺 那个背后可能有神更高的 其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说了 长寿不是绝对的标准 长寿却是神表达了 对人孝敬顺从的一种应许喜悦 但是有的时候 也很孝顺的年轻夭折了 并没有颠覆神的应许 好像你看信实 神说了应许长寿 为什么他没长寿 有更高的旨意 上帝没有给我们解释 甚至我们看到那些恶人活千年 等等 包括神的仆人在死亡上 也是神在他的仆人死亡上更充分 和实在地证明神对他的祝福 这个可能是讲到以前那些仆人 很多都是什么 这个死的时候弃绝而死 就老死的那种情况 上帝收取他们灵魂 他们眼睛不昏花等等 他们在神的面前那种尽忠的尽孝的那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